欧洲正在向脱碳能源系统过渡,欧盟28个成员国,签署并批准了缔约方会议,COP218离协定,以使全球变暖,远低于工业前水平2摄氏度,并努力将气温上升,进一步限制在1.5摄氏度范围内。 这一决定于能源的转变,将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在生产、分配、储存和消费能源上的方式,在实施上需要利用无态发电,提高能源效率,以及运输、建筑和工业上的深度脱碳。 因此,利益相关方,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。 在2050年之前,将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,限制在每年7.7亿吨Mount,以下。 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、IPCC最近的报告中,也强调了从根本上降低排放的紧迫性。 地球控制不超过1.5摄氏度的全球变暖。 碳排放必须到2030年下降45%,与2010年相比。 到2050年降至零净值。 否则,将导致更极端的气候变化、海平面上升和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等重大气候影响。 因此,该路线图提出了在欧盟实现能源转换,需要大规模轻的相关资讯及工作。 根据欧盟地区的专业机构判断,如果没有轻能利用的规划, 欧盟将无法实现其脱碳目标。 氢燃料为这种转变,提供了一个多用途,清洁和灵活的能量载体。 虽然氢不是唯一的脱碳杠杆, 但它是一套其他技术中必不可少的杠杆。 它使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整合成为可能。 因为它使能源参与者将能源转换和储存为可再生气体。 它可用于跨部门和区域的能源分配,并作为可再生能源的缓冲区。 它为电力、交通、建筑和工业部门提供了一种脱碳方法。 否则相关机构和企业将很难实现脱碳。 路线图首先明确了新式运输、工业和建筑中选定部分的规模脱碳的最佳,或唯一选择。 一方面看,连线欧洲工业,并为欧盟家庭提供超过40%的供热,和15%的欧盟发电的天然气电网脱碳需要清气。 着气,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杠杆,但却无法实现所需要的规模。 用热泵供电,可以代替天然气为新建筑供暖。 但需要对旧建筑进行昂贵,甚至不可能的改造。 而旧建筑占建筑物二化、排放的90%。 通过实现完全的直接电气化,还将导致电力需求在重大季节性失衡。 进而需要大规模的储能机制。 轻不受这些缺点的影响。 可以作为热泵的补充。 生产商可以在不需要进行重大升级的情况下,通过将氢气混合到现有的电网中,来分配一些氢气。 也可以进一步发展。 最终,能源供应商,可以将电网转换为纯氢。 或者,天然气可以用氢气和二氧化碳生产的合成天然气FNG代替。 所有基于气体的加热系统,都可以通过使用燃料电池的热电联工CHP技术,来提高能源效率。 在运输过程中,轻式卡车、公共汽车、轮船、火车、大型汽车和商用车,最有前景的脱碳选择。 尤其是,目前,电池电动汽车上,显现出来的能量密度低,因此较低的范围,初始成本高和。 电池充电效能效率低等削点无法消除。 与电池和内燃机相比。 燃料电池需要更少的原材料,既可以完成足够多的动力。 由于运输部门约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,因此其脱碳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。 此外,加轻基础设施有助显著的优势,与快速充电相比。 加轻基础设施只需要城市和公路沿线约十分之一的空间。 同样,供应商可以灵活地提供氢气,而大规模快速充电的基础设施将需要大量的电网升级。 最后,一旦实现了小规模的推广,氢气将为运营商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案例。 在航空业,氢和基于氢的合成燃料,是直接脱碳的唯一选择。 工业可以燃烧氢,以产生高品位的热量,并将燃料在多个生产环节作为原料。 直接或与二氧化碳一起,作为合成燃料电燃料。 在炼钢中,例如,氢可以作为还原剂,取代煤基高炉。 在炼牛厂用作氨生产和加氢处理的原料时,未来可采用低碳原生产。 与二氧化碳一起,氢也可以取代碳氢化合物,如天然气。 在化学过程中,如生产锡丁和碳氢化合物溶剂,BTX,这将成为氢原料用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第二,氢将在像可再生能源过渡过程中,发挥系统性作用。 通过提供一种机制,来灵活的跨部门、跨时间和跨地点转移能源。 欧盟的能源转型,几乎需要完全脱碳发电。 这意味著需要将可再生能源整合到电网中。 氢是部门偶合的唯一规模化技术。 允许将发电转换为可用形式,储存它,并将其输送到终端使用部门以满足各类需求。 电解槽可以将可再生电力,转化为一种具有所有灵活性,但不排放任何天然气碳的气体。 由于电力满足了更高的能源需求,而不断增加的能源,来自可再生能源。 短期和长期的供需失衡将加剧。 这就需要增加全年的平衡和季节性的能量储存。 虽然电池和供给侧的措施,可以提供短期的储存灵活性。 但氢是唯一的规模技术。 可用于长期储能。 它可以利用现有的电网、沿穴和枯竭的契田。 以较低的成本长期储存能源。 氢提供了低成本,可再生能源地区,与需求中心地区之间的联络。 例如,将欧洲北部地热和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,连线到主要大陆。 或作为从北非进口可再生能源的手段。 氢可以通过管道、船只、或卡车远距离输送能量。 无论是气态的、液化的还是以其他形式储存的。 其成本远低于输电线路。 第三,向氢的转变符合客户的偏好和便利性。 这也是最为关键的。 因为不符合客户偏好的低碳替代品,可能面临采用困难。 在运输过程中,氢提供与内燃机车辆相同的范围和加油速度。 能源公司可以利用现有的管道,将氢气或合成甲烷,通过电力,输送到天然气发电厂。 虽然后来改用100%氢气,需要升级装置和管道。 但它仍然使建筑物内现有的供热基础设施完好无损。 路线图描述了欧盟为实现二度目标而部署氢的伟大构想。 氢可以提供高达总能源需求的24%。 到2050年,欧盟约达2250泰瓦的能源。 根据统计资料。 到2050年,欧洲有产生约2250泰瓦时TWH氢气的潜力, 约占欧盟总能源需求的四分之一。 这一数字将为大约4200万辆大型汽车, 170万辆卡车,大约25万辆公共汽车, 和5500多辆火车提供燃料。 它的供热量将超过相当于5200万户, 约465泰瓦时, 并提供高达10%的建筑用电需求。 在工业上, 大约160泰瓦时的氢, 将产生高品位的热量。 另外140泰瓦时的氢, 将以直接还原铁第二爱的形式, 取代炼钢过程中的煤。 在2050年, 120泰瓦小时的氢加上, 从生物质中捕获的碳, 也40品生产, 成原料。 实现这一愿景, 将使欧盟走上到2050年减少约5.6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道路。 这相当于实现二度方案所需减排量的一半。 在运输方面, 到2030年,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, FCEV的销量, 将占到22分之一。 轻型商用车, LCV的销量, 将占到12分之一。 从而形成了370万辆燃料电池乘用车, 和50万辆燃料电池LCV的车队。 此外, 到2030年, 大约45000辆燃料电池卡车和公共汽车将上路。 到2030年, 燃料电池列车也可以替代大约570辆柴油列车。